国民党候选人汪崇军 上午9点在一竹乡的老人活动中心 投开票所充满信心 不过就在进去投票时候来看看 陪同投票的妻子 她的衣服上还有鲜明的候选人的号刺 穿这样进去投开票所是违规的 选间小组并没有劝阻 在记者行动之后 汪崇军的妻子赶紧撕下了贴纸 这种情况现选委会在了解之后也提出了解释 已经持续立委职务的民进党候选人张花冠 家族成员陪她在主题箱投票 对于有人穿选举背心投票 她呼吁大家要守法 我想守法是一个候选人的基本的一个要件 所以我对这样的事情 我会觉得遗憾跟可惜